昨天是黑色星期五 就是13號星期五 大家本來預期的是說 昨天立法院有沒有可能就在昨天就修會 那我們預期就是說 修會完那當然 昨天也許孫昌就要出來宣布內閣總辭了 想不到 又被續命了 這次不知道一續又要續多久 但我們先來談一談 根據台灣民營基金會所做出來的 蘇內閣的不滿意度 高達57% 這已經創下新高了 但是因為立法院的臨時會要加碼 開到少年夜就是1月19號 所以孫昌昌他的deadline 就是在這個隔魁之路的大線 又再度獲得喘息了 我覺得是到底是喘息續命還是臨遲 因為 我相信有很多部長也覺得說 我這個過年之前 我到底可不可以知道我過完年後 到底要怎麼樣 我覺得還是財政部長最好 就是說我要回學校 老早先回去了 不要受到這樣子來擺在那邊 這個受到這個不確定的感這麼高 還有徐國勇 節目都已經主持起來了 對 徐國勇那是更的 當然徐國勇我也覺得很奇怪 說身體因素 但是我看他主持節目還是一尾活龍 好像身體沒什麼大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對其他的隔員來講 就是每一個政治人物 我看美國總統 在做到最後的時候 譬如說特別是第二任 11月選完之後 你知道那些隔員很多 就提前辭職了 所以我後來碰到 在美國有時候碰到好多 做過什麼代理國務卿 做過國務卿 都是代理最後那一兩個月的 但是他們就是有這樣子知道 就是要遲了 那可是我覺得 能夠陪著你走完 像陪著蘇智昌 不曉得你到底確不確定走完 但是又不知道你到底還會不會再繼續 我覺得這也蠻辛苦的 當然就是說 可能蔡英文也一下子也想 不曉得該怎麼 還要再繼續思考 那特別是他可能 不僅是這個新的這個隔魁 還有包括國防外交這些 他掌握的這些 到底要該怎麼調整調度 我覺得蔡英文可能還沒理出來一個頭緒 所以就先請蘇智昌 你就繼續再做一下 那再凌遲他一下 我想這比較辛苦了 說老實話 不過我們要問一下 寒冰哥 因為其實 確實是不是打亂了 府還有黨的節奏 因為我們在禮拜三禮拜四的時候 應該是禮拜三 我沒記錯的話 御用的官媒寫手 那時候出了一篇獨家 裡面寫到說 已經確認內閣改組的名單了 所以看起來蘇魁就是必定得換掉了 想不到接下來的禮拜四禮拜五 事情已經不如我們發展 在昨天也突然發現到 立法院還要在臨時會繼續加碼下去 所以是不是原本他們的鋪盤也因為這樣子整個時間就被打亂呢 其實你可以注意到 從九一大選失敗之後 蔡英文是方寸大亂 對 你看他一下要這樣做一下 那一直搖擺不定 然後好幾次都是出現法夾彎的狀況 所以我到現在都是還在懷疑 蔡英文到底篤定了沒有 也就是他把蘇貞昌換下來之後他到底想要換誰 他知道你知不知道 蔡英文這樣的左右不定跟法夾彎 是一個字叫怕還是一個字叫亂而已 因為蔡英文要做這些 這麼多動作的最大的目的就是他不想失去 失去他的權力 他不想掰咖 可是問題是 我相信他大概左思右想 你把蘇貞昌留下來他可以不掰咖 可是他會被人家罵到爆 然後他的資質都會越來越低 而且會拖累整個民進黨 那民進黨如果一旦撕掉政權的話 他的下場可能會更慘 那可是問題是 如果 不留蘇貞昌換任何一個人上來恐怕又扛不住 因為 現在大家都盛傳說陳建仁可會上來 可是陳建仁 這種菜雞上來真的壓得住正腳嗎 你想想看 假設那個內閣未來的內閣名單假設是這樣 由陳建仁主導 顧力雄 然後又是 陳明通 有的沒的這些人 王美花 對不對都是這些 就變成 蔡英文英勇有大會 英勇有集結全部都是他朋友 那你覺得這個內閣能看嗎能打嗎 蘇貞昌過去 不管他做的再爛 蘇貞昌有點很厲害 因為 蘇貞昌臉皮夠厚 他什麼東西都可以給你硬撐在那個地方 給你 唇槍舌借 然後給你硬凹到底 可是陳建仁有這個本事嗎 恐怕沒有 所以我想 第一個陳建仁到底有沒有這個意願 自己要上來接恐怕是一個問題 然後 蔡英文放不放心 陳建仁恐怕也是個問題 可是問題是你不找陳建仁又能找誰 你現在如果找鄭文燦上來的話 鄭文燦 上來大概 我看鄭文燦如果當行政院長 我看國民黨會 笑到 做夢都睡不著覺 睡都睡不著笑翻了 因為每天就只要酸他超習宅就好了 就把他酸到死為止 所以 到底誰能夠上來當 我覺得對蔡英文來講非常非常苦惱 那蔡英文又 我說真的他其實朋友很少 他上任這六七年已經把所有的朋友全部都用上來 我說真的 那剩下的他都不相信 所以對蔡英文來講他真的很難去決定到底是誰 那我反而認為 顏繪喔 第一個讓蘇貞昌這個老潑皮繼續 讓他多做幾天 因為 蘇貞昌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到現在其實還不想走 他其實根本不想走 他還在找機會看能不能留下來 那對蔡英文來講 他也還要再思考 我覺得 對蔡英文來說 等到年後再來處理這個東西 對他來講是比較好 因為他目前真的沒有辦法找到合適的人選 我真的是這樣認為 因為你看 他上任第一個找的是誰 是林權 也是他的好朋友 對不對 然後 蔡英文大概就只能找 找賴清德其實是不得已的 在把林權找回來嗎 對啊 問題是林權 我跟你講 林權完全不設回來 我相信林權自己也不願意回來 因為你要知道林權是個外省 民進黨其實是不能容許外省壓在他們頭上 我講實在話 當初林權在當行政院長 民進黨內部好幾個派系在那邊 私底下一直在罵 一直在講 為什麼我們這麼辛苦 奪下來天下 為什麼要給這個人 所以 蔡英文能夠用的人越來越少 那我個人覺得 除非蔡英文能夠 思考 仔細思考之後 突發去想找出一個 根本現在不在名單上的人 不然的話 蔡英文大概注定要面對他掰咖的事實 所以他之前說什麼 一過完年之後 據說他閉關閉了兩個禮拜 還不准任何人來跟他提到這個閣閉的事情 所以下兩個禮拜還沒想出一個更適合的人選 我認為他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想出 然後也不是陳建仁 我覺得 他有想過陳建仁 可是 包括陳建仁自己 都知道 陳建仁出來 肯定是被人家削到爆 他不會是戰鬥內閣 對他絕對不可能 他基本上陳建仁出來就是一個開手內閣 因為陳建仁大家都知道 他出來就是蔡英文的傀儡而已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 我覺得蔡英文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找到一個真正適合的人選 剛剛在廣告過程當中 在我們提到理想的沙盤推演 五部曲之前 顏教授剛剛在廣告的時候 問了大家一句話是什麼 就是乾脆把 謝長廷轉回來 在當 警政院長他有這個經驗 所以旁邊兩位 畢哥你剛剛的反應 我說如果真的做 來這一招的話 蘇貞昌一定大翻臉 我非常期待看到這種情況出現 可能會再次這個小縱風 就笑不出來 然後這個楊明跟你說 聽到一些風聲 原本還真打算這樣做 沒有那不是這一波 是之前 之前如果大家去回顧一下那個 那個 卡神的案子 什麼時候被 這個檢調辦 那個就那個時段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很多的 我跟你講 最近 你知道最近很多奇奇怪怪的風聲啦 說最近又有人要開始辦一些網軍的案子了 而且都是 就是2019年就檢舉的案件 就是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點又啟動 而且說已經查到了證據已經移送北檢了 那 就是因為 跟這個 隔魁的佈局有關 或是說 跟他們黨內的互鬥有關 所以我剛講的是說 過去曾經有一度這個 真的有人在考慮說 是不是要找謝長廷回來 馬上就會出現 跟謝長廷有關的人 就有司法案件 那就 想一下 去年底發生了什麼 高端 搜索 對付誰 對啊 大家就心知肚明嘛 陳建仁現在還敢接嗎 你接了我看 檢察官會有第二波搜索喔 所以 我覺得大家就在 你知道那個 現在 我覺得用一個所謂的 恐怖平衡來思考 對高端也還hold在那 隨時可以再往外一點 台南地檢署都可以 那個 第一波沒事啊 可是後面 繼續抗告 一個一個再壓起來 那高端你看 去年搜索完 現在又 又無聲無息 對啊 所以 我說 你當他警告的訊息出現 然後呢 你知道 我不要接 那我就不動 所以你看 那個陳建仁 對外說法就說 我已經很久沒有跟總統 這個聯絡了 那也被碰政治 對這個不應該問我 你看 講得很 明明奇怪 如果今天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 整個媒體圈 文旦在寫那個改組喔 一定都是有 消息人士會給這些 尤其是 非常資深的媒體人喔 或是說他們的這個 從業的記者 要放這個消息的用意 通常是 一種是把他放 放掉 放到死 可是 如果不同的媒體 都寫出指向 就是說 他說是陳建仁 組閣的時候 那就表示上面真的有意要讓陳建仁 組閣 所以我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陳建仁又 不 當然 現在還沒有 定案之前 他都可以否認 可是他否認的那個態度是有點 他可以大 可以說 就是 啊這個我們 現在都我們都沒有接到任何的徵詢就好了 他為什麼要講到說啊 去年11月到現在我們都沒有見過面 然後呢啊這個不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他講的內容是有一點 好像是這個不要找我啦 這個好像是腮葵一樣 那 會有這樣的一個疑慮或恐懼 我相信裡面不會沒有原因啦 而且 這是一股 兩股力量的 那時候我們也講啦 陳建仁的高端一收 廖燦昌馬上被起訴 被認為是蘇貞昌人馬的 這個馬上被起訴 所以你知道他就是 這就是民進黨內各個派系 掌控司法 的這種手段 拿司法來做政治鬥爭 這其實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而還沒有停啊 還沒有結束啊 這些案件都還會繼續的發展啊 所以我們就等著看啊 如果今天 任何一個人都是拿司法來當他的工具 去做鬥爭政敵的話 我想今天不是 重點不是內閣換誰啊 內閣換誰都做一樣的事情 這些人他們實隨之位了 控制了媒體 控制了這個 這個 政黨 再來就是控制司法 然後連司法院長都要在這個 這種座談會上面喔 這個公開演講 去講說 哎呀我們的國安案件喔 這個 這個可能是辦得不夠 敏感度不夠喔 是要是怎麼樣 要 指導法官怎麼判案嗎 所以我覺得 現在的台灣的整個 最大的民主危機就是 我們的執政黨是 無所不抓 無所不拿 那什麼都要 所以今天不是 隔魁換誰的問題 是這個 這個結構性的問題 不改 誰做隔魁都一樣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呢有 銀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 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在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 就算了 就算了